一种梦境 幻觉 人性 欲望 认同困境 艺术跟精神 电视与非现实之间的一种感情 艺术家也在表达一个生活与艺术的关系 在创作同时如何去反映这个社会 或者反映人生的时候 带来一些思考 The idea of underflow is something that's flowing underneath the surface So what we see perhaps is the effect of something that lies underneath it And then the agony and the ecstasy Obviously they're extreme kind of states of emotion 自己去制造一种现实跟非现实之间的一种 很难调和的一个这样的场景 这场景就是我很想去表达的这么一个场景 I was trying to think about the way that Deng's work talks about this kind of quite extreme society in which people are pushed into states of anxiety or excess and thinking about the context of things like consumption or consumerism and also urbanization and rapid changes in society 它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 其实也是人类方面的一些困境 尤其是在中国在改革开放那么几十年里面 它其实进行很快 改革开放来得那么猛烈的时候 其实在文化上面 其实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 的确会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社会和文化之间的某一种 正在磨合的一个阶段 这个作品名字叫《玛格丽特的夜晚》 《玛格丽特》就是在19世纪超现实主义里面是一个大师 我直接用它的名字就说 这个夜晚有它的影子在里面出现这么一个场景 我有一段时间尤其在90年代的时候 对那个超现实主义那个风格产生一种迷恋的感觉 这张画就是我采取的一个在现实当中好像曾经感受得过 在梦境里面也好像是曾经梦过的一个这么的一个现象 这里的现象它带有一些很多种含义在里面 就是我对超现主义的一个敬畏 也是对人性人生或者对社会对未知的一种敬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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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